今天有新增一個小朋友的病例 這是一個大概8個多月大 未滿1歲的一個女童 她有這個持續抽搐 以及低血壓的一個情形 住在家庫病房當中 那為了穩定她的生命跡象 也就有插管接呼吸器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目前來講 年紀最小的一例 這個重症的個案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那這次的話 她是在5月4號的時候 有開始出現發燒的情形 有超到39度 也有帶到這個大醫院的急診 這邊去做這個檢查 那PCR是陽性 那在急診這邊經過醫師的評估之後 認為說狀況算是穩定 所以先予以返家繼續觀察 那在後續的兩天當中呢 是有出現這個 胃食量下降 胃奶量下降 以及活力減退等等的情形 另外也有發燒繼續持續 甚至後續有出現局部性的抽搐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又再度帶到這個急診來就醫 那這時候就評估說需要住院 因為已經有這個比較像是嚴重的這些警視徵兆的發生 那住院當中有發現說 她有這個持續抽搐以及低血壓的一個情形 住在家務病房當中 那為了穩定她的生命跡象呢 也就有插管接 呼吸器來先予穩定她的這些呼吸心跳的這些狀況 那目前仍然在家務病房當中治療 使用瑞德西韋 類固醇還有神經系統的這些相關抗癫症這些藥物來治療 然後來穩定整個狀況 那目前來講的狀況是穩定有改善 所以目前還在家務病房當中繼續的處理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目前來講 年紀最小的一例這個重症的個案 我們先前有公佈過一個大概10個多月大的 一個小朋友 那目前她的狀況還在家務病房當中 不過狀況也算是穩定在改善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小朋友的部分 有兩例的這個一歲以下的這個重症